作者 程先生的世界 一 不要想赢任何门槛低的政策 参与完全竞争市场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比如支援L后地区的建设获得什么级别待遇 又比如什么创业政策优惠等等 二 所谓机会 无外乎做好产品和服务的垄断性或构建资金池 前者是从供给方找办法 后者是从需求方找预期 三 人的失意大多基于人的无知 无知且自大 暴力又哀怨 殊不知真知的获得不仅在于贵人相助 更在于对天地运行规则的感悟 四人的一生 要在思想上扎一个根 它叫信念 要在事业上立一个针 它叫自尊 要在生活中平一颗心 它叫人厚 五 好马配好鞍 如果一匹马是不断进化的 马鞍必然也会不断更换 这个马鞍的纸带很残酷 不仅包括生活用品 个人习惯的改变 也包括伴侣 朋友等 一定阶段后 人需要停止生长 否则必须面对重塑一切的苦痛 可能生不如死 六 真爱只会出现在情绪稳定的两个人身上 需要三观一致 有就事论事讨论的理性 而不伤感情 这显然是逆人性的 因此真爱稀缺 七 我这辈子只欣赏两类人 安贫守志的人和富而好利的人 具有逆环境品质的人是天道的垂青者 不可以不尊重 八 不能把社会发展当作一个直线上升的周期 经济周期 政治周期和文化周期是相互影响的 其中经济周期的影响最根本 九打江山需要铁杆兄弟 治理江山需要管理人才 短期看释忠诚度更能为我所用 实际上 基业长青的关键在管理流畅度 一个优秀的上位者需要兼顾短期和长期的利弊关系 实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 可以多观察森林中动物的生存逻辑 那真是一物相一物 十一 岁月悠悠藏仙谷 心向长生伴大道 原来共处人间是 原去亦当浮春风 十二人的一生很难遇到真爱 是因为她一直无法在事业上获得突破 没有物质风营的基础 她的真爱就如沙漠之花 太过稀少 但事业上突破后 她会发现那些优雅博学的女子并不少 这时候更容易找到真爱 相对男性 女性找到真爱就更难 因为等女子事业成功 那些优雅博学的男子早已成婚 没结婚还优雅博学的大多浪荡子 从这个角度看 男性不容易 女性更不容易 女子找个好人家 某种意义上也是 为了弥补架锁人的补偿 十三 若是环境取胜需要主攻 强调出其不易 背水一战 以自身长处撕开困局 有赌的成分 风险大收益大 优势环境 取胜攻守皆宜 强调以静制动 守正出其 先不败再求胜 操作空间打 十四 功利性的教育 不仅要考虑时代发展的需求 更需要考虑自己的家庭条件 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这决定了 是培养全面性人才 还是专业性人才 十五 人的一生就那么一回事 穷苦恰如股票阴跌 勤苦恰如股票暴跌 反之 富贵恰如股票趋势牛 婚姻美满 恰如股票爆发牛 所以 情商与人生印象更为深刻 十六 赚一个亿 固然是有志之士的目标 赚到很难得 但没赚到 其实也无妨 因为更难得的是 目标成与不成之间 一个人体现出来的气度 十七 焦虑的时候 我会问自己 这一生 究竟是想成就伟大的作品 还是为了一些名利 说实话都想 但如果二者只能选其一 我还是愿意成就伟大的作品 这是我的教养 十至元旦 将这些思考归大总结 与君共勉 祝大家龙年大吉 主要 我会问你 我会问你